朋友们,2024年4月29日,我们继续来读经 今天会读到的章节有历代自下第13到第18章 好的,我们先来到历代自下第13章 耶罗伯安王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 他母亲名叫米盖亚,是基比亚人乌猎的女儿 亚比亚常与耶罗伯安交战 有一次亚比亚率领40万精选的士兵出战 他们都是勇敢的战士 耶罗伯安也率领80万精选的大人勇士 赢着亚比亚摆政 亚比亚站在以法连山区中的喜马连山上 说,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啊 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立言约 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魏 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 但大魏儿子所罗门的臣谱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起来背叛他的主人 有些无赖的歹徒聚集跟从他 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那时罗伯安还年轻 心智软弱 不能抵挡他们 现在你们说要抗拒大魏子孙 手下所治理的耶和华的国 你们的人数众多 你们那里又有耶罗伯安 为你们所造当作神明的金牛肚 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 亚伦的后裔和逆位人吗 不是造则外邦人的恶俗 为自己尼祭司吗 无论何人牵一头公牛肚 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 就可作虚无神明的祭司 至于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并没有离弃他 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都是亚伦的后裔 并有立位人各尽其职 他们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凡祭 烧芬芳的香 又在纯金的供桌上摆供饼 每晚点燃金灯台上的灯盏 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 我们神的命令 但你们却离弃了他 看啊 率领我们的是神 又有祂的祭司 拿号向你们吹出响声 以色列人啊 不要与耶和华 你们列主的神征战 因你们必不能得胜 耶罗伯安却在 有大人的后头设伏兵 这样以色列人 在犹大人的前头 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 犹大人转过来 看啊 前后都有战士 就呼求耶和华 祭司也吹号 于是犹大人呐喊 犹大人呐喊的时候 神就击打耶罗伯安 和以色列众人 使他们败在 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 以色列人在 犹大人面前逃跑 神将他们交在 犹大人手里 亚比亚和他的军兵 大大击杀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被杀 普岛的军兵 有五十万 那时 以色列人被制服了 犹大人得胜 因为他们 倚靠 耶和华 他们列主的神 亚比亚追赶 耶罗伯安 攻取了 他的几座城 就是伯特利 和所属的乡镇 耶撒拉 和所属的乡镇 以法拉因 和所属的乡镇 亚比亚在世的时候 耶罗伯安 不再强盛 耶和华击打他 他就死了 亚比亚却渐渐强盛 他娶了十四个妻妾 生了二十二个儿子 十六个女儿 亚比亚其余的事 和他的言行 都写在 亦多仙子的评传上 历代之下 第十四章 亚比亚与他祖先同睡 葬在大卫城 他的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 亚撒在位期间 国中太平十年 亚撒行耶和华 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 除掉外邦的祭坛和秋坛 打碎祝像 砍下亚瑟拉 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遵行他的律法和诫命 又在犹大各城镇除掉秋坛和湘坛 在他治理下 国中太平 他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 那些年间 国中太平没有战争 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 他对犹大人说 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镇 视为筑墙 盖城楼安门 做栓 地仍属于我们 因为我们寻求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们寻求他 他就要赐我们 视尽平安 于是他们建造城镇 诸事横通 亚撒的军兵 出自犹大拿盾牌 拿枪的三十万人 出自变亚敏拿小盾牌拉弓的二十八万人 这些全都是大人的勇士 古诗人谢拉率领一百万军兵 三百辆战车 出来攻击犹大人 到了玛丽撒 亚撒出去迎战 在玛丽撒的西法谷彼此摆阵 亚撒呼求耶和华 他的神说 耶和华在强弱之间 唯有你能帮助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 奉你的名来抵挡这大军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神 不要让人胜过你 于是耶和华击打古诗人 使他们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 古诗人就逃跑了 亚撒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 直到基拉尔 古诗人被杀的很多 无法复原 因为他们在耶和华 与他军兵面前被击溃 犹大人夺了许多财物 又攻打基拉尔 视为一切的城镇 城中的人都惧怕耶和华 犹大人努力了一切的城镇 因其中的财物很多 又毁坏了群住的眷 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历代字下第十五章 神的灵 灵到俄德的儿子 亚撒尼亚 他出来迎接亚撒 对他说 亚撒 犹大和贝亚敏众人 要听我说 你们若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若寻求他 就必寻见 你们若尼弃他 他必尼弃你们 以色列人不信真神 没有训悔的祭司 也没有律法 已经许多日子了 但他们在吉兰的时候 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寻求他 他就被他们寻见 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 各地的居民都遭大乱 他们被破坏殆尽 这国公金纳国 这城公金纳城 因为神用各样灾难 扰乱他们 现在你们要刚强 不要手软 因你们所行的 必得赏赐 亚撒听见这些话 和俄德先制的预言 就撞起胆来 在犹大和贝亚敏全地 以及以法连三区 所夺的各城 把其中的可证之物 尽都除掉 又在耶和华殿的走廊前 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 他又召集犹大和贝亚敏众人 以及他们中间寄居的 以法连人 马拉西人 西缅人 有许多以色列人 归顺亚撒 因为他们看见 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亚撒作王 第十五年三月 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那日他们从索取的卤物中 将七百头牛和七千只羊 献给耶和华 他们立约 要尽心尽信 寻求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凡不寻求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 无论大小 蓝女 必被处使 他们就大声欢呼 吹号吹脚 向耶和华启示 犹大众人 为所起的事欢喜 因他们尽心启示 尽意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 且赐他们 示尽平安 亚撒王甚至废了他祖母 马家太后的位 因马家造了可证的亚瑟拉 亚撒砍下他的偶像 倒得粉碎 在吉伦西边烧了 只是秋潭 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 然而亚撒一身有纯正的心 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 都奉到神的殿里 亚撒作王直到第35年 都没有战事 历代自下第16章 亚撒作王第36年 以色列王巴萨上来攻击尤大 修筑拉玛 不许人从尤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 拿出金银来 送给住在大马斯格的亚兰王 便哈达说 你父曾与我父立约 我与你也要这样立约 看哪 我把金银送给你 请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萨所立的约 使他从我这里撤退 便哈达听从了亚撒王 就派遣他的军官去攻打以色列的城镇 他们攻下了乙云 但亚伯 马因和拉夫塔利一切的储货城 巴萨听见了 就停工不修筑拉玛 任由他的功臣停止 于是亚撒王率领 有大众人运走巴萨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和木料 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 那时哈拉尼先见来见有大王亚撒 对他说 因你仰赖亚兰王 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亚兰王的军兵逃脱了你的手 古石人和陆比人的军队不是非常强大吗 他们的战车骑兵不是极多吗 只因你仰赖耶和华 他就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因为耶和华的眼目便查全地 要兼顾向他存存正之心的人 你在这世上行得愚昧 因此以后你必有战争 亚撒老恨先见 为了这世向他发露 将他求在尖里 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百姓 亚撒至始至终的事迹 看了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撒作王39年的时候 患了脚疾 非常严重 他生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 只求医生 他作王41年死了 与他祖先同睡 葬在大卫城自己所着的坟墓里 人把他放在床上 床上堆满各样辛香的香料 就是按作香的做法 调和的香料 又为他生一堆大火致哀 历代之下第十七章 亚撒的儿子约沙法 接续他作王 奋勇自强 防备以色列 他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 又安置驻军在犹大帝 和他父亲亚撒所得以法联的城镇中 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 因为他行他祖先大魏 从前所行的道 不去寻求诸巴尼 只寻求他父亲的神 遵行他的诫命 不效法以色列人的作为 所以耶和华坚定约沙法手中的国 由大众人给他进贡 约沙法带有财富和尊荣 他乐意遵行耶和华的道 并且从犹大再次除掉 一切丘坛和亚瑟拉 他作王第三年 差遣官员 辩·亥伊勒 俄巴底 撒加利亚 拿旦叶 米该亚 往犹大各城去教导百姓 跟他们一同去的有立位人 司马亚 尼探亚 西巴蒂亚 亚撒黑 士米拉末 约拉丹 亚多尼亚 多比亚 陀 巴多尼亚 跟他们一同的 又有以利撒玛和约兰 两位祭司 他们在犹大教导 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 走遍犹大各城教导百姓 犹大视为地上的邦国 都惧怕耶和华 不敢与约沙法争战 有些菲利士人送礼物 进贡银子给约沙法 阿拉伯人也送他 七千七百只公棉羊 七千七百只公三羊 约沙法日渐强大 他在犹大建造堡垒和储货城 他在犹大城镇中 有许多工程 在耶路撒冷又有战士 就是大人的勇士 他们按着父家的数目如下 犹大族的千夫长 以亚拉为首 率领三十万大人的勇士 其次是约哈兰千夫长 率领二十八万 其次是西基尼的儿子 亚马斯亚 他是一个自愿奉献给耶和华的人 率领二十万大人的勇士 贝亚敏族有大人的勇士 以匿亚大 率领二十万拿弓箭和盾牌的人 其次是约沙法 率领十八万预备打仗的人 这些都是伺候王的 还有王在全犹大的坚固城 所安置的不在其内 历代字下第十八章 约沙法带有财富和尊荣 他与亚哈结亲 过了几年 他下到撒玛尼亚去见亚哈 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 宰了许多牛羊 劝他一同上去攻打激烈的纳墨 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 你肯同我去攻打激烈的纳墨吗 他回答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军队就是你的军队 我们必与你一同去征战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的话 于是以色列王召集先知四百人 问他们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激烈的纳墨吗 还是不要上去呢 他们说可以上去 因为神必将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约沙法说 这里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好求问他呢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是英纳的儿子 米盖亚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真的很恨他 因为他对我说欲言 从不说极言 总是说凶性 约沙法说 请王不要这么说 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官员来 说你快去把英纳的儿子米盖亚召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尼亚城门前的河场各穿巢服坐在宝座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基拉拉的儿子西底嘉为自己造了铁角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些角抵触亚兰人 直到将他们灭尽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去 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尘交在王的手中 那去遭米盖亚的使者对他说 看啊众先知都异口同声向王说几言 你也跟他们说一样的话 说几言吧 米盖亚说 我指责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的神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米盖亚来到王那里 王问他 米盖亚啊 我们可以上去攻打激烈的拉莫吗 还是不要上去呢 他说可以上去 必然得胜 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 王对他说 我要你发誓多少次 你才会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 米盖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人散步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说 这些人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安地各自回家去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对我说预言 从不说极言 只说凶性吗 米盖亚说 因此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君 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以色列王 亚哈上激烈的拉莫 去阵亡呢 这个这样说 那个那样说 随后有一个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 说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用什么方法呢 他说我要出去 在他众仙者的口中成为谎言的您 耶和华说 这样你去引诱他 必能成功 你出去照样做吧 现在看哪 耶和华是谎言的您 入了你的这些仙者的口 并且耶和华已经宣告要降祸于你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前来打米开亚一巴掌 说 耶和华的您从哪里离开我向你说话呢 米开亚说 看哪 你进入严密的泪死 躲藏的那日 就必看见 以色列王说 把米干亚带走 交给亚门市长和约安斯王子 你们要说 王如此说 把这个人关在监狱里 使他受苦 吃不饱 喝不足 只等到我平安回来 米干亚说 你若真的能平安回来 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了 他又说 众百姓啊 你们都要听 以色列王和友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纳末去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扔穿王府 于是以色列王改装 他们上阵去了 亚兰王吩咐他的战车长说 你们不要与他们的大将或小兵交战 只要单单攻击以色列王 那些战车长看见约沙法就说 这一定是以色列王 他们转过去与他交战 约沙法一呼喊 耶和华就帮助他 神使他们转离他 战车长见他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身不追他了 有一人开工并不知情 剑恰巧射入以色列王铠甲的凤里 王对驾车的说 我受重伤了 你调过车来 载我离开战场 那日战况越来越猛 以色列王勉强站在战车上 面对亚兰人直到傍晚 日落的时候 王就死了 好的 那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为止 明天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